好,下面呢我们来复习这个第二个定理,叫拉格朗日中式定理,这个定理呢在考试中的分量应当是整个这些这一章,所有定理里面最重要的一个,考的最多的,他比咱们上这个罗尔定理,甚至咱们下面要讲的泰勒定理,包括科系定理,比他们还要考的多,所以拉格朗日可以说是历来考研中数据一二三的卷子,从来不缺席的, 一定有他,有的题是直接就考拉格朗日中式定理,有的题是需要借助于拉格朗日中式定理,才能完成这个题的这个这个计算过程啊,或者说这个题的别的东西,你要用到他的,可以单独考,也可以要用到的,你不用他,你中间少了一环,你往下做不了的,你要想到拉格朗日,好,我们来看一下,什么是拉格朗日中式定理,拉格朗日中式定理是用拉格朗日的名字来命名的, 非常了不起的人物,数学家,拉格朗日中式定理有两个条件,第一,如果这个函数满足连续,第二,满足科党,我们上一节课讲过,像这两个条件,考题一般不需要我们主动检查了,就是在命题的时候呢,这两个条件已经满足了, 所以从考试的角度来讲,拉格朗日中式定理基本上没有什么条件,对吧,连续科党,这已经满足了,好了,然后请你记住,在这个前提下,一定有一个点,一定有一个点,这个点干嘛呢,这个点一定能使这件事情发生,那件事情,这个点一定能使FB-FA, 咱们两个相减,刚好等于这个点的导数,再乘以B-A,区间的一个长度,这样来认为,啊,这个等号,就是我们所谓的,拉格朗日中式定理,请你多倍两倍, FB-FA等于什么,F这个点球岛,来个B-A,这就是著名的拉格朗日中式定理,定理虽然很简单,可是要想把握好它,这里面需要狠下一番功夫,来,我给大家做个示范,做个总结,以后在什么场合下,碰到什么条件,在什么题目中,你应该马上毫不犹豫,想到要拿来拉格朗日中式定理呢,而不是看过答案之后,恍然大悟,原来是考拉格朗日, 你要自己想到,那从哪里想到两种情况,两种题,第一种题遇到什么,遇到FB-FA的题,只要在考研数学内,只要在评测的练习中,遇到FB-FA,马上想到拉格朗日中式定理,那这个FB-FA,它没有那么简单,它有可能是什么呀, 它有可能是这个抽象的,就或者具体吧,有可能是具体的FB-FA,就是这个F,可能是给具体,比方说,我们一会儿要讲这个立武,立武2018年数学要考研正题,这个中括号就是什么,你看到没有,这个中括号,这个地方相解, 这不就是FB-FA吗,谁是你的F各位,谁是F,这是不是就是F,这是不是就是F,这不就是F,这不就是FB-FA吗,这叫具体,减具体,当然也有什么题,抽象,对吧,它还有抽象的FB-FA呀,对吧,有的题,它直接就写FB-FA,那叫抽象的, 所以遇到FB-FA,要想到拉格朗日,更有一点,有的题需要干嘛呀,有的题,还有这种题呢,有的题呢,它给了一个条件,叫什么,比方说,它叫,什么呢,嗯,还有的题,更刁钻,那它出的更,更想迷惑学生, 它有的题这样,FA等于几,FA等于零,它往往给了个FA是零,它这样考,那如果FA是零的话, 那么大家想,你FA是零的话,那这个地方是不是人们可以随便减个FA,是吧,你FA如果等于零,那这个地方是不是自然可以人为的凑减FA了,那这一凑不就是拉格朗日中之定理了吗,这一点也要学着,可以考什么,可以考具体的相减,可以考什么,考抽象的相减,还可以考什么,还可以考有一个端点, 是零,让你自己去凑出来它,这种题都考过,在历年真题中,这种题呀,都是交叉着考,啊,有的时候考具体的,有的时候考抽象的,有的时候考什么,考一个FA是零, FA是零啊,这种题也可以考的,你比如我们来讲一个题,好,那就来看例五,2018,数学要考四分,考一个极限题,那极限是我们的基本运算, 我们在前面专门花了一张,去讲极限,那这个题拿到手呢,X体正无穷,X方乘以中科,哈,这是什么题呀,是不是前面很大,后面很小,是不是无穷大乘无穷小的体,按照以前的做法怎么办, 按照第一张的做法,是不是要把它改造成相除,是不是改造成相除,是不是把这个X的方拿下来,你还记得吧,是不是要把这个东西放到分母上去,但是那样做太复杂了,啊,所以正常的解法要用洛比达,太复杂,我们不要这样做,我们这样来想,大家琢磨哈,我把F看作谁, 我把F看作,是吧,我把B理解成谁,X加1,我把A读作X,那这样的话,这个中括号立即形成谁了,那不就是FB在减谁,是不在减FA了,看到没有,那这不就帮你们制造出来FB减FA了吗, 于是这个极限A,那能写成谁了,各位,来,是不是X取向于正无穷,X方不动,开始背,FB减FA等于什么,等于F求导B减A呀,是不是这样来理解,等于F1可三,来个B减A,好,我们来看, 那么F1可三是谁,B减A又是谁,往里带入,等于谁,极限,X取正无穷,X方保持不动,F1可三呢,你的F是谁,你的F看,你的F是阿哥他那的X,那你的F1呢,你的F1是不是就是, F1再加上谁呀,可三的平方,再分之一,这就是F1比较可三,来个什么,嗯,是不是来个B减A,那B减A呢,B减A,那B是X加1,A呢,A是X,所以减个X,现在这样了,好,再往下走,这个极限最终是谁, 所以,X的取正无穷,那,那个B减A没了,是不是没了呀,只有下面谁,1加个多少,1加可三一方,上面有个谁,上面是不是有个X方,是不是等于这个极限,那么这个极限等于谁,那你别忘了,可三在哪,我们这个可三是在AB之间的,是不是属于A,属于B, 那所以,在AB之间有个可三,就是这个可三是要介于什么,介于AB之间,你俩之间要猫着个谁,要猫着一个可三,要藏着一个可三,是不是这样来理解呀, 哎,那你琢磨,你俩之间,嗯,你俩之间要猫着一个可三,啊,猫着一个可三,也就是说呢,这个可三是在,X与X的加一, 之间的,但你别忘了,这个极限是研究什么时候的极限,研究什么时候的极限,是不是研究X的取正无穷, 对不对呀,X要取正无穷大,好,那你讲,这个地方X,你看,咱们的脚标嘛,是不是X取了正无穷, 取正无穷大,那你讲,X取正无穷大的话,是不是X和X加一,我们认为是一样大, 说这两个东西一样大,差个一嘛,无所谓,抓大头嘛,所以我们认为可三跟谁一样大, 我们认为可三跟X是一样大的,这个一没有用,抓大头,把一给它抓掉, 是不是这样来想,啊,这个一没有用,啊,我们给它什么,抓大头,啊,抓,抓老大, 老大说了算,故等于几,大等于一,做完了,这就是四分, 你看这个题这样做多方便,对不对呀,啊,你这样来琢磨呀, 这比你什么洛比达法则简单多了,两句话就把它写完了,好,比如我们再看一个, 再练一个,看2012年,我们零六,这是数学三的一个解答题, 当年考十分,啊,那这个题呢,给了一个亿,给了一个亿, 再除以四字方,那拿到时候怎么办,方法有很多, 但是哪个方法简单呢,那你看这个地方, 你能不能把它理解为是FB减FA,哪个FB,谁是F, FX是EX,哪个是B,B是X方,哪个是A, 那就是2减2倍的口塞,那这样的话, 这个题不就马上变成了FB再减FA吗, 对不对啊,FB减FA, 好,那于是这个极限就写成谁了,这个极限, 是不是写成I跟着曲线一零, FB减FA等于什么各位,看着B, 等于F1是可塞, B减A呀, 再除以下面四字方别动啊, 对吧,F是谁, F是EX, 所以F1是可塞一来, 再往下写嘛, FB减FA等于F9倒B减A, 再往下等于X取经一零, F1是可塞,那不是E的可塞一吗, B减A,那就是X吗, 减A减哈,来, 那是不是减2再加谁, 再加二口塞, 再除以什么, 再除以四字方啊, 是不是这样来理解, 好,再来,可塞一在哪, 可塞一在哪, 打可塞一在AB之间, 是不是AB之间要猫着这个可塞一呢, 你别忘, 我们是求谁的极限, 求零点, 是不是X的取向一零, 刚才是X的取无穷大, X的取无穷大, 是不是抓大头, 可塞一跟X的一样大, 现在X的取向一零, 各位, X的取向一零的话, B达到几, B达到零, A达到几, 是不是A他也达到零, 所以我可塞一在你俩之间, 我在你俩之间, 可是在这个题的背景下, 什么背景, X的取向一零, 在X的取向一零的背景下, 你AB都达到零了, 故我可塞一没得选, 我可塞一在你俩之间, 你俩都达到零, 那我不达到零了吗, 所以这个题可塞一达到零了, 所以我们这样来认为, 好, 我们就这样写吧, 所以我这个题, 我认为可塞一是达到零的, 可塞一达到零, 那这一项可以干嘛, 一的零四方是一嘛, 那就不要了, 是不是用咱们求极限的技巧, 先算不为零的, 对吧, 不为零的可以算出去嘛, 所以这就没了, 那就只有谁了, 只有X之方, 减二再加谁, 二口三再除以谁, 是不是再除以这个四次方, 你看这个题呀, 这变成简单了, 对吧, 你达到零, 那真的就达到一嘛, 对吧, 所以这一块达到一了, 一就不写了, 你如果写的话, 就前面有个一嘛, 一就省了也不写了, 好, 然后干嘛, 这是零比零了, 零比零, 人们可以用一下, 洛比达法则, 用它了公式其实也行, 洛比达法则, 上面就倒, 二X二求导没了, 口三求导是负三, 所以减个三, 再除个谁, 下面洛比达四X三次方, 再零比零, 先约分, 二二四约掉, 约掉以后, 再来洛比达, 其实约掉以后, 也不用洛比达了吧, 咱们是不是也讲过等价, 你看约掉以后, 变成了, X的减三一X, 咱们前面总结过, 那X的减三一X, 跟谁等价, 是不是跟六分之一, X三次方等价, 下面是个谁, 约掉, 是不是二X三次方, 最终等于多少, 这是不是等于十二分之一, 这是当年十分解答题呀, 你看这个过程极其简介, 对不对呀, 拉格朗是终止定理, 屡是不爽, 所以球机界多了一个技巧, 什么技巧, 拉格朗是终止定理呀, 对不对呀, 你这个题很复杂, 我拿到手, 一眼拉格朗是搞定了, 这就是规律, 这就是经验, 这就是技巧, 这是这样, 两个具体的相解, 好, 再来练一个, 利器, 利器这个题, 尚杰克讲过, 尚杰克是不是用常数K之法, 罗尔定理把它证出来的, 这杰克来, 咱们再看, 你们再看这一堆, 这一堆尚杰克是当成常数来对待, 按照那个思路, 用的罗尔定理, 这杰克能不能看成FB减FA, 你看出来没有, 这是不是FB减FA, 谁是F, 各位, 谁是你的F, 我可以认为FX是谁, 那不就是XFX吗, 对吧, 或者这样看, 这一段, 那这不是BB减AA吗, 如果这是F的话, 那这个东西不刚好是FB减FA了吗, 对不对, 那你想, 那这个时候, FB减FA, 不就是分子吗, FB减FA出现了, 还犹豫什么呀, 赶紧拉个朗日呀, 拉一下呀, 对不对, 好了, 我们来看一下, 那这个就怎么办, 根据拉个朗日, 是不是这个结论, 那就是FB减FA, 应该等于什么, 什么应该等于, F1是可三, 来个B减A, 也几这是谁, FB是谁, FB就是BFB, FA是谁, 就是AFA, 是吧, 这就是AFA嘛, 然后F球导, 这是F, 那你说F球导呢, F球导, 是不是前倒后不动, 前倒后不动, 那是谁呀, 前倒后不动, 那就是F可三, 再加前不动后球导, 因为是可三, 那就是可三, F1是可三, 这是再来个谁, 再来个B减A, 是吧, 也几这是谁, 大家把B减A除过来, 是不是BFB减AFA, 再除个谁, 再除以B减A, 等于谁, 等于F可三, 再加可三, F1比较可三, 这个可三在哪, 是不是可三属于A到B, 拉个朗日嘛, 是不是在两个端点, 之间呀, A,B, 证完了, 你看, 这不就是这道题吗, 这个证法更简洁, 所以同样一道证明题, 你入手不一样, 那你的证明的过程, 它也可能, 这个有简单有复杂, 那显然这道题而言, 应该拉个朗日简单, 而不是上一节课的, 长出K制法, 那但是呢, 我们讲长出K制法, 也有它的好处, 引入这个方法, 对吧, 我们现在呢, 就要多见识一些经典的方法, 经典的这个技巧, 转成自己的, 对吧, 这有的题, 你看这个题, 两个方法都行, 可能有的题呢, 那只能用长出K制法, 比如咱们上一个最后谈到的08年考验真题, 就让你证明拉个朗日中生经理, 我让你证明拉个朗日, 你还怎么用拉个朗日, 你没法用啊, 我是让你证它, 用谁证, 用长出K制法来证, 是不计较呀, 所以各有各的好, 要认真做比例, 好, 那么这样的话呢, 我们就把拉格朗日中止定理呀, 它的第一个考点, 什么呀, 遇到FB减FA, 毫不犹豫将其拉格朗日展开, 拉格朗日拉一下就行了, 好, 那你看具体抽象我们都有了, 至于这个FA等于0, 这种情况, 我们放在导数用用里面, 单调性有一个T, 等着你们呢, 到时候我看你能不能想到, 有一个点是0, 是不是也能拼凑FB减FA, 然后用拉格朗日中止定理呀, 再来, 第二种题, 还有什么时候, 人们也要马上想到拉格朗日呢, 这样, 就是出现谁, 出现函数跟一接到, 如果这个题出现了函数跟一接到, 人们想拉格朗日, 或者什么, 出现函数跟二接到, 也可以想拉格朗日, 这也是拉格朗日的一种经典考察, 这个题目, 出现了一接到, 出现了原函数, 原来的函数, 原来的函数跟一接到, 在这个题都有, 马上对这个题想拉格朗日, 或者, 出现了二接到, 跟这个函数, 这种题也想拉格朗日, 那永远老师, 那如果出现三接到来, 出现三接到, 我们就不再拉格朗日了, 一般要用太乐公式了, 要用太乐公式来帮忙, 好, 我们来讲两个例子, 大家体会一下, 怎么, 情形二, 这种局面下, 又当怎么想到拉格朗日, 我们再讲两个题, 大家看立巴, 证明题, 小F可导, 导数小A等于M, 这是不是出现一接导了, 然后呢, 又给了个什么, 又小F在A到B内有一个点, 证明什么, 是不是证明什么, 这是证明什么呀, 证明小F加小F小于, 等于M倍的B解语, 各位, 这不就是咱们口中说的, 出现谁, 出现F跟F一接导吗, 那出现你们两个, 应该毫不犹豫干嘛, 再把你们两个连在一起, 谁能把你们两个连在一起, 拉格朗日中时定理呀, 对不对呀, 这就是证明题的思路, 证明题不是不讲道理的, 我们数学是最讲道理的, 对吧, 不像这个什么政治和英语呢, 是吧, 说什么也不明白, 反正就那样写就行了, 对吧, 数学是能够说得清楚的, 就是你为什么这样想, 你答案为什么这么做, 我多问几下, 我是能解释清楚的, 对吧, 这是人出的题, 这是人做的题, 人写的答案, 这不是机器呀, 对吧, 人是要讲究感情的, 对吧, 你不能说我就这样就这样, 你这叫什么道理呀, 好来, 我们看这个题, 解, 小F可挡, 小F在A到B的至少有一个零点, 我们认为什么呢, 我们这样认为吧, 我们认为有一个点C, FC取到零吧, 当然在内部, 这个C是在AB内部, 那这样的话摆在你们面前, 有几个点呀, 来咱们滑一下, 好像有一个点A吧, 这不出了个FA吗, 这呢有个FA待会儿, 这有个A, 还有个FB, 这结论告诉你的FB, 我们已经找到有个点是谁了, 有个C, 是不是中间有个C呀, 这不有三个点了吗, 三个点, 那怎么走拉格朗式, 那你看, 是不是两个两个之间来, 你俩来一次拉格朗式, 你俩来一次拉格朗式, 这不就行了吗, 那我们试验一下, 那怎么写, 那这个FA等于谁, 是不是FA认为等于FA-FC, 你看, 这不就是有一个点为0的考法吗, 对吧, 有一个点为0, 然后去考察呀, 这第三种考法呀, 好, FA等于FA-FC, 那等于谁, 拉格朗式, 是不是等于F1, 可三一吧, 再乘个谁, B-A, 那就是A-C嘛, 可三一在哪, 可三一显得在A-C之间嘛, 可三一在A-C之间, 再来FB, FB写成谁, FB应该写成FB-FC嘛, FC也是0啊, 那再来被拉格朗式, FB-FC应该等于F1, 可三一二再乘B-C, 那这个在哪呢, C小于可三一二再小于这个B, 这不成功了吗, 啊, 然后怎么办, FA套绝对值, FB套绝对值, 来吧, FA立即套绝对值, 还有谁, FB立即套绝对值, 这就变成谁了, 那你想, 这一套绝对值的话, 你俩都套绝对值, 那这是不是就变成了F1, 可三一, 给他套个绝对值, 然后多成个谁, A-C嘛, A-C是正的, 这个应该写谁啊, 最好写成C-A吧, 因为A-C是负的, 因为绝对值嘛, 我要写C-A, 是不是这样来写, C-A, 再加, FB套绝对值呢, FB套绝对值的话, 是不是应该来个F可三一二, 这个来个绝对值, 然后成个什么, B-C, B-C可以, B-C是正的, 再来个B-C, 是不是这样来, 开始放缩, 这小一等于几, 人家说了, 导数是不是不超过M, 是不是导数是小一等于M的, 那这不有个导数吗, 是不是这个东西啊, 小一等于谁, 小一等于M, 这个导数呢, 小一等于M, 所以这小一等于M, MB的C-A, 再加MB的B-C, 这个题目给的两M呀, 是不是小一等于M号呀, 小一等于M呀, 这题目告诉我们的, 好, 再往下走, 那再往下走, 这两个可以好像合并吧, 这MC跟MC就没了, 看到没有, 你这一合并, 是不是这个MC, 跟这个MC没了, 正负嘛, 剩一个什么MB-MA, 那不就是刚好是M倍的什么B-A, 哎呀, 正完了, 你看这个证明题呀, 这个过程, 对吧, 这个思路很明确, 过程很清晰, 对吧, 这就把分数拿到了, 所以我们同学总是位居证明题, 那是因为你不太懂, 你没有静下心来想, 就是这种题它都有套路可以寻的, 所以考研题呀, 它没有高考题, 我认为没有高考题灵活, 考研题呢, 它都是通用的, 拉格朗志就是拉格朗志, 众多题都是拉格朗志来帮忙, 这是第一种情况, 出现了函数, 出现了一阶岛, 人们可以干嘛, 人们可以将其用一下拉格朗志终止定理, 还有什么技巧呢, 再看第九题, 第九题这个题, 这个题是一个题源, 是一个源头, 在这个题的基础上, 考研应该考过两次了, 就是改一下, 这是个源头, 我把这个源头跟你讲, 你听一下这个道理, 然后呢, 以后你们会碰到它的改编题的, 好, 小F联育, 小F可导, 给了个什么, 给了一个FA, FB都是零, 又给了个FC, 这是不是三个F了, 然后证明什么, 让你证明有个点, 二阶岛小义率, 是不是出现了什么, 这里面不出现了这个函数跟几阶岛, 跟二阶岛吗, 出现函数跟二阶岛, 人们也可以琢磨什么, 人们也可以琢磨一下, 用拉格朗的重症定理, 当然了, 还有一个想法, 备用, 泰勒公式, 我们待会讲到泰勒公式, 还要讲, 就是二阶岛的题比较特殊, 二阶岛的题, 人们可以有一个想法, 走拉格朗日, 人们也要有一个想法, 走泰勒公式, 究竟谁行谁不行, 这个没有绝对的结论, 也许这道题, 两个思路都能走出来, 也许这道题只能走拉格朗日, 不能走特勒公式, 也许这个题只能走特勒公式, 不能走拉格朗日, 这个你要有这个多个想法的, 我们这个题来试验一下, 结, 大概这样一写, 你琢磨, 这是几个点呀, 三个点画个图吗, 没有图, 没有直观感, 对吧, 比如说这是A, 这是C, 这是什么, 这是B, 我们要充分发挥什么呀, 竖形结合, 我觉得有一句话说的就好, 叫什么呀, 叫光有树, 你看这个题, 如果不画这个图, 你看光有树, 树无形, 光有树没图形, 树无形时, 总干嘛呀, 总感觉缺少的直观感, 这叫少直观, 树无形是少直观, 那光有图呢, 光有图没有树, 形无数时干嘛, 你看光, 就给你一个图, 你比方说, 我给你啊, 真的给个A, 给个C, 给个B, 我说如图, FA, FB, FC, 什么都没了, 你如图, 什么都没了, 没有数据, 没有数据干嘛, 没有数据, 这难入微, 难以往下具体分析问题, 所以我们需要什么, 我们需要树形, 结合, 树形结合, 百般好, 隔离分家, 干嘛, 万事修, 那既没树也没图, 完蛋了, 你什么也做不了了, 你什么也搞不定, 万事修嘛, 你看, 高老师这个, 这个这个是不文采还是有啊, 出口成章, 树无形是少直观, 仙无数时难入微, 树形结合很好, 百般好, 树图分离, 那什么也办不了, 这个题你就完蛋了, 那看树这个什么呀, 隔离分家, 那就万事修, 什么没了, 所以你看这首诗, 把树形结合表现得淋漓尽致呀, 对吧, 你看你over, 你这样顺便说一嘴, 这个旁边的你自习室的女孩子呀, 你听, 挺有意思啊, 这个这个文采还是有的, 马上就对你投来了这个目光, 是吧, 你就要抓住, 所以要适当的表现一下, 不要被这个什么呀, 这个以前的这个, 以前那个那个那种, 那种事呢, 人人都知道, 那是吧, 这个搏不了眼球, 吸引不了这个女孩子, 好, 我们来看这个题, 那这样的话呢, 给了三个点, 这是A, 这是C, 这是B, 那干嘛呢, 受上一个题的启发, 你俩之间, 你俩之间, 是不是来一次拉个朗子, 是不是来一次拉个朗子, 那老师, 那为什么能拉出来二阶岛来, 这个为什么呀, 两个两个之间拉个朗子, 只能会出现什么, 出现一阶岛, 是不是这条肯定有一个F1, 可三一, 真的有个什么, 是不是F1, 可三, 是不是刚才讲过了, 那为什么不他俩之间, 再来一次拉个朗子呢, 对吧, 两个眉毛, 一个嘴巴, 笑脸图, 对吧, 这个的效果呀, 来我们试验一下, 那我在这俩之间, 来一次拉个朗子吧, 我这样写吧, 这一次, FC减谁, 减FA, FC减FA, 是不是应该等于F1, 可三一, 再来C减A, 是不是这样来写呀, 那这里面, 你看条件, 来推一下, 条件FA是几, FA等于零, 条件FC是正的, 这是正的, C减A肯定是正的嘛, 对吧, 这个长度C减A, 这肯定正的, 所以导出什么, 好像能导出F1, 可三一干嘛, F1, 可三应该是大于零的吧, 是不是大于零的, 再来一次, 那来谁, FB减谁, 减FC, 等于谁呢, 等于F1, 可三一二, 再乘谁, B减C嘛, 那这里面FB也是谁, FB也是零, FC呢, FC是正的, 但是B减C也是正嘛, B减C, 那这样的话, 可三一二的导来, 所以这样人们又导出一件事情, 人们又导出了谁呢, 导出了F1, 可三一二, 应该小一零, 是不是应该这样来理解, 刚才可三一一是大于零, 现在可三一二应该是小一零了, 所以一正一负, 然后呢, 在可三一可三二之间, 是不是你俩之间在干嘛, 哦, 你俩之间人们再来一次拉格朗, 终止定理, 为了干嘛, 为了出二阶岛, 那再来, 那我拿后减钱吧, 是不是F1, 可三一二, 再减F1, 可三一, 等于什么, 是不是等于F2, 可三一二, 再减可三一, 行, 那是不是这样来写, 对吧, 可三一二, 减可三一, 等于这个二阶岛, 那对一阶岛被拉格朗, 是不是把一阶岛读成F, FB减FV, 等于F丘岛, 一阶岛再求岛, 不就是二阶岛吗, 这不就出来我们想要的什么, 我们想要的这个二阶岛了吗, 那你想, 可三一二是干嘛的, 这一项是取负的, 可三一呢, 这一项是取正的, 那这样一减呢, 那这样一减, 负减正, 这肯定是负的了, 但是可三一二减可三一呢, 可三一二在这猫着呢, 可三一在这藏着呢, 可三二减可三一肯定是正的嘛, 这是正的, 那只能说明什么, 只能说明这个点的导数呢, 所以故这个点, 可三一点的二阶岛应该是小于零的, 是不是小于零, 那当然这个点在哪, 这个点可三一, 是不是应该是属于可三一到可三二, 属于可三一到可三二, 当然也属于谁, 也属于大区间A到B嘛, 那不就正完了吗, 所以一定有一个AB之间, 一定有一个点, 这个点干嘛, 这个点呢, 二阶岛刚好小于零, 我们要正的就是这项工作, 完成了, 这是个源头, 大家应该有着想法了, 以后呢, 如果证明题是涉及到原函数跟一阶岛, 比如刚才的例八吧, 刚才例八, 那是一种题, 有的题呢, 是涉及到什么, 涉及到二阶岛, 那如果是涉及到二阶岛, 就是例九了, 那这个题呢, 你们也有个构思, 也有个想法, 碰到这种二阶岛的题, 那人们呢, 也可以用拉格朗日, 只是怎么用呢, 两个两个之间去背拉格朗日, 你俩之间来一次, 你俩之间来一次, 那这个题呢, 就解决掉了, 以后你们会慢慢碰到这个题的改编题的, 这是个源头, 以后呢, 也许你们做到某个证明题, 做完以后, 一想一回顾, 好像咱们基础班里面讲过类似的, 就是这个东西, 我跟你讲的都是一些源头, 有代表性的, 在此基础上, 你只要理解了, 那么接下来有些相应的练习题, 你们就一马拼穿, 都是能够效仿这个东西的, 这是拉格朗日的第二种考法, 就是给一阶岛给函数来考拉格朗日, 那或者说给二阶岛给函数来考拉格朗日, 那除了这两种考法之外, 拉格朗日还有一种题, 什么题呢, 就是研究他自己那个点, 那个可三一那个点, 我们来看个历史, 这个题, 小fx等于rxx, 可三一不是别的, 可三一是什么呢, 可三一就是这个函数在这个区间上, 拉格朗日中之定理产生的那个点, 拉格朗日中之定理不是有个可三一吗, 就是这个可三一, 请问可三一求极限, 这是让你研究这个可三一的什么, 研究可三一的极限问题, 来我们看这种题, 那这种题我们要先找这个可三一吗, 在哪个区间, 0到t区间上, 开始被, 那就是ft减谁, 减f0, 其实这是谁啊, 那就等于f1可三一, 是不是t减零啊, 也几这是谁, ft是谁, ft是rxxt, f0是零嘛, f1可三一, 那这是你的f呀, 对吧, f1可三一, 那就是rx9倒嘛, rx9倒就是, 根号下1减什么, 是不是1减x的方, 那就是1减可三一方, 是不是再分之一, 然后再来个谁啊, 再来个t减零, 由此解得谁, 人们是不是能解出来可三一等于多少, 这个很容易解嘛, 怎么办呀, 把它乘过去, 你看看打个糟糕纸, 是不是根号下1减可三一方, 等于谁, t比上谁, 是不是t比rx1t, 两边在平方, 那这个就没了, 两边平方的话, 跟你来个平方, 跟你来个rx9的平方, 是不是来个平方, 你看是吧, 把它乘过去, 把rx9除下来, 那t方除以rx9一方, 再移向, 那就怎么办呀, 把这个分式移过来, 可三一方移过去, 所以就是1减谁, 那就是1减他等于可三一方, 然后再通分, 那1减他通分嘛, 这一通分就是谁, 就是rx3t方减他了, 对吧, 那所以这个可三一是谁呀, 开根号嘛, 所以这个可三一, 人们解的应该是等于, 这那有个谁呢, 可三一, 大家解一下, 分母应该就是这个, rx3t, 分母是我们的rx3t, 因为t是大于零的, 上面分子呢, 分子应该是个根号, 根号下谁, 这个解的结果是不根号下, rx3t方, 再解谁, 再解踢方, 这是我们解出来的这个可三一, 那解完以后需要干嘛, 是不是人们需要研究这个可三一算极限, 但是不, 这一步很关键哈, 人们要解出来这个可三, 解出来了, 解出来以后往下考什么, 往下考别的东西, 其次呢, 往下可以考很多东西, 往下可以考可三一的研究极限问题, 可以考他的什么, 考他的什么, 性态问题, 比如单一雕性啊, 比如极值呀, 比如什么凹凸性啊, 比如什么拐点呀, 这后面会讲, 也可以考什么, 考他的最大最小值呀, 都有, 因为这种题考过, 在2001年, 数学一考过, 就是考什么呀, 研究中值定理那个中值的问题, 可三一, 这个可三一嘛, 这个可三一解出来了, 这解出来是个什么呀, 解出来跟T有关, 是不是个函数嘛, 人们可以研究这个函数的中种问题, 研究函数的极限, 研究函数的单雕性, 极致, 凹凸性, 拐点, 乱七八糟的, 都可以, 这个题是极限, 那故我们来看一下, 这个极限变成谁了, T取零正, 来个可三一除以T, 这是谁呢, 极限, T取零正, 可三一除以T, 那就写成谁呀, 可三一除以T, 写成这个是, R个三一T方, 再减T方, 可三一除以T, 那这个T倍的, 再来R个三一T, 就这个极限, 那么这个极限怎么算呢, 大家是不是充分发挥, 第一张求极限的本领啊, 第一件事情, R个三一T可以干嘛, 先等价, 是吧, R个三一T可以用等价代换呀, 所以来, 那写成谁了, 这是T取向于零正, 零正, 上面好像可以做因子分解呀, 对吧, 上面能够分解成根号像, 这来个R个三一T, 再减T, 再来个R个三一T, 再加T, 是吧, 下面呢, 下面那个R个三一T, 人们就直接等价下来, 上面因子分解, 下面等价, 等价, 等价成T方吧, T方了, 好, 再往下, 再来等价, 人们又知道, 这个R个三一T, 虽然等价一T了, 但是R个三一T减T呢, 我们是不是在第一张, 也讲过那些等价, 还有没有印象, X减3X等价成六分之一, X的三次方, 然后广义化, 把X的改成谁, 改成R个三一X, 那三一X就退成谁了, 退成X等价成谁, 六分之一X的三次方, 当然是X取击于零, 当然还有谁, 什么X减TanetaX, 还有谁, 什么R个Taneta-X, 还有谁, 什么X减Loyne1加X, 这些不都有吗, 咱们第一张总结的, 什么X减Loyne1加X, 等价成谁, 等价成, 等价, 这得记住的, 我们这个题是考到谁呀, 我们这得考到这个了, 是不是考到了R个三一X减X呀, 所以来, 这样的话跟谁等价, 是不是等价成了, 这个六分之一, 这个X的三次方, 这样的话最终写成谁呀, 我这样来写吧, 再往下走一步, 是不是T取凌正, 大家想, 这个T方, 是不是能写成根号T的四次方, 是不是那样来理解, 我这样写呢, 我把上面先等价, 等价成了六分之一, 是不是T的三次方, 再乘后面小括号, 这叫R个三一T, 再加T, 下面我直接除个谁了, 我把这个什么呀, 我把这个T的平方拿进来了, 拿进来就是T的四次方了, 是不是这样来想, 那这有什么好处可以约分吗, 是不是T三跟T四约掉, 这一约掉最终等于多少, 我们再看, 最终的话, 是不是等于这有个极限, T取凌正, T取凌正的话, 这剩个谁呢, 这应该有个根号下, 根号下, 这还剩个几呀, 是不是有个六分之一呀, 这有个六分之一, 然后这里面有个谁, 里面三次方跟四次方约, 只有一个T了, 这一个T, 人们可以把它拆分一下, 是不是能这样拆, R个三一T, 我给它除个谁, 除个T, 再加谁, 再加一嘛, 是不是能这样想, 看跟上T, 三次方三次方约掉, 然后呢, 剩下一个T, 上面是R个三一T, 加T嘛, R个三一T, 加T, 再除T, 那不就R个三一T, 除T, 然后T再除T嘛, T除T是一呀, 写完了, 好, 那再往下走, 当于谁, 那么大家想哈, 这个六分之一是固定的, 这个一也是固定, 六分之一是固定不动的, 一也是固定不动的, 那我只要算谁就行, 我是不是只要算出里面就行, 算它就行了, 极限, 这两块已经不动了, 你整个表达是, 整个根号趋向于几, 里面说了算, 是不是那个分数线说了算呀, 常数不影响了, 已经固定下来了, 听到没有, 所以这等于谁呀, 那就是等于了根号下, 这个这个多少, 所以把它写成了根号下, 这有个六分之一不要动, 是不, 这六分之一已经不动了, 那么这个小括号, 这个写成谁了, R个三一T减几, 除以T, 这个相比无限的靠近一几呀, 是不是靠近一呀, 然后后面这个加一也不要动嘛, 这个加一也不动, 这个一是算出来的, 那咱们算一下嘛, 一, 所以等于其呀, 等于根号下三分之一, 就这样来写, 根号三分之一, 那就把它写完了, 那你看这个题呀, 这个是一个极限的题目, 这种题, 那在咱们这个基数年吧, 像2021, 这东西呢, 就是什么呀, 那就是十分大题了, 那可以这样来考了, 对吧, 好, 这是我们谈到的, 拉格朗是中止定理, 单独考他自己的那个小问题, 考他的那个可三, 那这样也是可以考到的, 早年考过一次, 好, 那么这样的话, 我们通过这样几个题, 就帮大家, 就拉格朗是中止定理, 我们打了一个坚实的基础, 请大家把我们所讲, 把我们所给你总结的, 归纳的, 你要赶紧记下来, 好好的多读两遍, 认真静下心来琢磨一下, 转成自己的, 然后去做题, 这样再做题, 做得比较顺手, 好, 拉格朗是中止定理, 到此结束, 我们要稍稍休息, 再去谈定理三, 科西中止定理的相关问题, 。